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FT 抗原检测是什么? 有哪些主要特点? 抗原检测用于快速诊断或排除活跃冠状病毒感染 又称快速检测、烫原快速检测、快速自测等不同说法 用鼻咽、鼻或咽喉是子或唾液样本查病毒表面的蛋白质 测试阳性结果较准确 但阴性结果有可能包括假阴性 即检测时已经感染病毒但还没有形成抗体 所以显示阴性 抗原检测结果如果是阳性 通常可以做核酸检测以确定是否感染 在英国没有解除防疫限制之前 英国全民保健系统NHS的建议是 如果LFT、测流抗原检测 结果是阳性 应该去做PCR、聚合酵素链式反应、检测 也就是核酸检测 来确诊是否感染新冠 抗原检测的两个主要特点 从其名称即可读懂 已是快速、15至30分钟可出结果 二是自测、自行完成采样、测试 无需送去实验室 LFT抗原快速自测的工作原理 检测时 将试剂加入鼻烟斜线咽喉样本 如果有感染 样本中病毒表面的蛋白质会被发现 显示阳性结果 LFT试剂和包括一条叫做 硝酸纤维素膜Nitrocellulose NC膜的纸状材料 还有一块嵌藏在测试条塑料外壳中 位于T线、测试线、下方的小红垫子 这块垫子上固定着能与新冠病毒结合的金标抗体 或其他材质的彩色抗体 用以显示抗体在测试条上的位置 鼻烟咽喉擦拭样本与缓冲翼混合后 第一在试剂盒上 通过毛细管作用横向流过NC膜 带走NC膜上的金标抗体 如果样本中存在病毒 就会与金标抗体结合 红色金标抗体通过T线时 遇到第二组抗体 这组抗体也会与病毒结合 两组抗体与病毒结合 形成抗体复合物 当包括金标在内的所有物质 在T线位置沉淀并显色 即测试盒上的第二条红线 测试结果呈阳性 没有与病毒结合的金标抗体 继续在试剂上迁移并遇到第三组抗体 位于C线、对照线、上 它们不是用来检测新冠病毒 推移补获剩余的游离金标抗体 呈现的横线指示测试完成 核酸和抗体检测 按检测目标分类 诊断检测分核酸和抗原两类 核酸检测针对病毒遗传序列 查验是否存在病毒核糖核酸、RNA 烫原检测针对病毒表面蛋白质 查看是否存在病毒抗原蛋白 按技术分 目前抗原检测主要是LFT 测瘤抗原检测 核酸检测主要是PCR 聚合酵素链式反应 NAAT和酸扩增检测 也是和酸检测的一种 PCR和NAAT都属于分子检测 诊断检测都需要采集样本 包括鼻咽、咽喉柿子和唾液 钢柿子也曾经被用作 删查时采集样本的一种方式 接种疫苗不会导致抗原或 汗酸检测呈阳性 1.抗体检测 了解是否曾经感染冠状病毒 又称血清检测 用血液样本 检测是否已经产生对抗病毒的抗体 感染过病毒并痊愈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免疫力 和抗原检测一样 抗体检测在感染早期也可能得到假阴性结果 2.核酸检测 诊断或排除 活跃冠状病毒感染 这类检测包括PCR NAAT 用笔验 笔或咽喉是子或唾液样本 检测是否存在病毒遗传物质 RNA 核酸检测结果一般被视为黄金标准 不需要重复进行来验证 病毒RNA在抗体形成或出现症状前就存在 可以尽早测定是否感染 PCR聚合酵素链是反应师目前最常用的核酸检测 测试过程中 把一种交逆转路酵素或DNA聚合酵素的物质 加到笔验样本中 如果遇到病毒 这种物质会大量复制病毒RNA 产生数以1G的RNA拷贝 足以导致阳性结果 这是因为试剂中的引物和探针触角 会附着在病毒遗传密码序列上 试出发现病原体的信号 PCR测试需要送到实验室分析 通常在24到48小时内有结果 如果用于确认特定变异 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健康生活编辑部